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匯豐、騰訊、對對捧 講一下大事業的走勢 今天大事業相當反覆 早段曾經跌過不少,超過200點 落到24,685點的水平 不過其後跌幅收窄,到下半場更發威 升回頭,最後全日升353點,收25,244點 成交差不多,和昨天1441億 今天能夠發威,多得金融股 其中一隻匯豐都貢獻超過100點的升幅 今天升至4.8% 加上友邦也不錯,有3.03%的進漲 帶動市場升至300點開外 說回整個市形勢,昨天節目提到 接下來恆生指數兩個重要阻力位 包括20天線,以至25201 就是啡色箭咀指著的位置 就是前浪頂的阻力 今天一下子就衝穿兩個阻力位 走勢上,單看恆生指數 比昨天美麗了,一方面剛才提到 20天線和前浪頂都突破了 加上這條綠色線,即是下降趨勢線 都是出現升破的情況 所以恆生指數自己的走勢 是比昨天改善了的走勢 接著會不會再進一步上升呢 回到點題幾個字,匯豐、騰訊、對對碰 騰訊、對對碰和匯豐為何對對碰呢 因為騰訊的業績就好 今天出了業績,但大形勢就普普通通 所以跟大家分析一下騰訊 這兩者的股份,究竟騰訊會否在業績之後 一個趁好消息或趁好業績出貨 會不會是這樣的情況呢 以至匯豐的走勢,今天走勢英俊 會延續主宰後市恆生指數走勢 先講騰訊 騰訊千呼萬喚的業績終於公佈了 第二季不錯 無論收入純利 以至大家最關注的網絡遊戲業務 都是給大家預期為家 簡單講一講 第二季的收入是1488.8億 簡單講 的億人民幣的收入 比預期多 預期是1127億 多一大小 至於利潤都是帥哥 331億 比預期275億 都是跑出很多 跑贏很多 增長是3成7 帥哥 增長是非常厲害 兩年來最快 加上大家最關注的手遊 網絡遊戲業務 包括手遊 增長四成 同大家預期來講 都要更加好 雖然大家預期 這段時間 一直都是大家一家 社區距離 大家留在家的時間多 玩這些遊戲的時間多 所以就增長 但都沒有去增長 預期的增幅都沒有實際那麼大 換言之 又是勝預期 所以從業績來講 自己本身就是英俊 只不過整個大環境 會不會令到 今次雖然業績令 反而出現業績之後 趁好才會出貨 值得和大家談吐一下 因為接下來 幾個消息困擾著他 一來就是特朗普 行政命令 禁止美國企業 和騰訊旗下的微信 有交易 現在雖然整個命令 都沒有很詳細 很了解究竟 所謂禁止 禁止到什麼地步 都沒有詳細公佈 但是這個陰霾肯定 是對騰訊不利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昨晚出來消息 俄羅斯說自己疫苗已經搞定了 還有俄羅斯總統 普京說自己和他的女兒都打 真是以身試藥 試這個藥 打落 好像 雖然大家聽到 是不是真的 全世界突然還未碰 和斯突然還未碰 不要理 歐洲那邊信 起碼歐洲股民信 昨晚消息一出 歐洲股市就炒上去 而且現在看來 不止歐洲股民信 很多金融市民都信 不信 普京這隻藥 打落 這隻藥真的行 起碼初步先信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就開始想 疫苗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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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裏面非常受惠 現在疫情好像可望 比大家預期快過去 所以股份是否會因而受累 所以大家就開始重新想想 這個情況 正正剛才說過 騰訊就是這類所謂摘經濟的受惠股 這樣的大環境 或者這樣的氣氛 都是有少少偏淡 起碼剛才說過 歐洲股民很相信疫苗 歐洲股民很相信疫苗 第二個氣氛 就是一般 第三個氣氛就是 美國科技股延續調整 昨天節目看多了 納斯達指數是轉弱了 昨天節目說 有兩個支持位 很關鍵 兩個支持位都是前浪頂 可以合併為一個 兩個前浪頂 是10839-10824 這兩個都是前浪頂的重要支持 但昨天一下就跌穿了 納斯達指數 跌穿了下去 走勢明顯轉弱了 可以這樣說 突破這兩個頂 而出現的聲勢 很有可能已經過了一段落 起碼先出現的調整先 而下一步還要支持 就是二十天線 大概是10700-10700 如果穿了 就汶水了 很有可能出現比較深的調整 所以納斯達指數 走勢弱了 這也是對騰訊的氣氛不利 所以騰訊整個來說 雖然業績就英俊了 但能不能夠成勢再衝穿 之前三頂的阻力 564元 初步要先打個問號 這就是騰訊方面 反而有可能出現 趁好消息 整股再次考驗支持區 所以這是騰訊方面 反之 匯豐自己本身沒有好消息 壞消息層出不窮 接種而來 但整個大氣口 就轉好 跟騰訊剛剛調轉 騰訊是自己好 大氣口不好 匯豐是自己不好 大氣口就轉好 轉好 首先講十年期 十年期國債知識飆升 去到0.6747 見到連續兩支揚竹 這支是大的 已經突破五十天線 一百天線都穿了 下降軌這條又穿了 走勢轉好 十年期國債知識上升 十年期國債知識上升 換言之 之前大家經常說 金融股位銀行股不行 原因之一 現在息差太窄了 因為債息太低 息差太窄 賺不到 賺息差的收入 所以對銀行股不利 現在股票上升 這是不多不少 都是對銀行股有利 事實上 美國銀行股 昨天節目提過 是普遍上升 今天 所以匯豐都能夠 承著這個勢上升 其實不止匯豐 其他金融股 都有不錯的走勢 包括匯豐的兒子恆生 比例還要更厲害 以計百分比例 5%突破向軌 都是升穿了二十天線 走勢更加進一步 逼近五十天線 匯豐自己也是 整個形勢 在這個靚仔的氣氛之下 昨天節目提過 其實走勢上 已經稍微淡意改了 因為昨天說到 已經突破前浪底 今天進一步 突破下降位 以至二十天線穿埋 下一步 重要的阻力位 就是一來前浪頂的阻力 昨天節目說過是36.65 今天再提大家一次 以至五十天線 是36.7左右 換言之 36.7左右 到37元 這個區間 其實成為 匯豐接下來的 主要阻力位 如果挑戰到 穿了 就會有利 匯豐進一步 向好 起碼 就算不是一個 升浪的重展 起碼 收復多些 之前的失地 所以接下來 看看 匯豐 能不能夠突破 36.7 這個位 突破到 有利 升指數是進一步 向好 當然前提也是 對對碰的另一個主角 騰訊 能不能夠守回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505元 初步假設 可能出現 趁老司機出貨 505元 這個位置能不能守住 這兩個 就是重要關鍵 騰訊 是否支持 匯豐 能不能破到 36.7 這個位置 就是主宰著 恒生之數 能不能夠進一步 向好 挑戰這條 250天線 大概25,800 左右 重要的關鍵 講到這裏 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